OK那哈喽大家好我是雪怪溜溜 那又是新的一期新手村视频啊 那我做这个视频呢主要是为了分享一些自己的骑行经验给刚刚入坑的朋友们 能够让他们更快的入坑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下 如何循序渐进的提高自己的骑摩托车过弯的能力 其实这个视频呢一直说了很久了 然后就说要做要做 但是一直就在拖嘛在哭嘛 不是我不愿意做 只是因为最近成都发大水 已经连续下了一个星期的雨了 然后而且雨量特别的大 很多地方已经被淹了 但现在路是干了 据说晚上还会下雨啊 就趁着这一点点时间 希望能够把这个视频给做出来吧 那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 该怎么样去循序渐进的提高自己转弯的能力 OK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 我们要准备一些基础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像这样子的雪糕桶 这个雪糕桶呢可以在淘宝上自己买到 搜的话就搜训练雪糕桶应该会出来一大堆了 很便宜十多块钱就一打 第二个呢就是穿好你的护具 那大家都应该骑过自行车 自行车转弯的话 一般在低速情况下都是这样转对吧 那这是一种方法 那还有一种方法的话 那就是这种推把 为什么要推把呢 因为推把之后可以让你的车身倾斜 这样子来完成转弯 比如说我现在想往左转 那我轻轻的推自己的左边的车把 往上往前轻轻的推 那车辆这个时候在行轻当中的话 车辆就会往左倾斜 然后就可以完成往左的转弯 如果是想往右转弯的话 右手轻轻的往前推 推你的车把往右倾斜 然后就可以完成向右的右的转弯 我要往左转推 车就往左倾斜了对吧 好那我们现在右转往右推 你推的越厉害车就会越倾斜 那这个就是摩托车转弯的方法 也是让车身倾斜的方法 那就是推把 你想往什么方向转弯 你只手就往前面推你的车把 好那我要右转了 右推 那就是右转弯对吧 现在执行 好往左转了 左推 左转弯 好再来一次 左 右 最好还是多上上手啊 骑着自己摩托车去感受 往左推把车身往左倾斜 往右推把车身往右倾斜 在你过弯的时候就会用到这个东西 两边摆两个三角形 这头和那头摆两个三角形 距离可以稍微远一点啊 然后我们围绕着这两个三角形 这样来回的画八字 这个练习的话就可以练习到大家左右推把的能力 好我们在做第一个练习的时候要明确一个很重要的点啊 就是你眼睛看向哪个地方车就会骑向哪个地方 所以说视线很重要 我们先来练习绕这种大圈啊大的八字 去感受这样推把的感觉 我往左推了车就往左倒了对吧 好往右推车就往右倒了 就这样子慢慢的去做 感受你车车子推把的时候车身倾斜的感觉 然后另外一个重点就在于 上半身一定要放松 下半身要收紧去做这个练习 OK那这个就是第一个练习的用 绕大的八字 第二个练习的话是要绕小的八字 小八的练习 重点就在于 眼睛你看向哪儿 它就会骑向哪儿对吧 所以说我们在转弯的时候 一定要看向下一个桶 我要看向这个桶了 然后看向对面那个桶 好那我要看向下一个桶 那不停的做这种视线的转移的练习 然后第二点就是整个过程 你的油门一定要保持一个线性的状态 然后下半身的话加紧油箱 慢慢的你就会越骑越快 让小八的还有一个技巧就是 在你准备转弯的时候 要稍微远离一下这个桶 准备出弯的时候 尽量让它靠近这个桶 好你看我要远离它 转弯之后我要靠近它 远离它 靠近它 在转弯的时候要保持油门开度 转弯弯之后可以稍微给点油 但是所有练习记得 一定要循序渐进的去做 不要想一下子吃个大胖子 我练习绕装其实已经练习了很久很久了 我从开始骑车最开始上路之前我就在做这个练习 但我觉得没问题之后我才开始上路骑车的 所以说拿到车之后尤其是直接上大牌的朋友们拿到车之后先在封闭的场地安全的情况下多做这种练习然后你再去做下一个上路上山这样对自己也负责也对别人负责这个练习真的是需要长时间的去练习不是一个下午就能搞定了可能你需要几个星期或几个月 大一个练习的话我觉得可以推荐给大家练一下划定源的划定源怎么样划定源呢就是还是四个桶啊然后摆一个正方形出来这正方形呢稍微可以大一丢丢 其实做那么多练习最重要的目的还是在于熟悉你的车辆 划定源还是一样的啊 上半身放松下半身加紧自己的油箱 油门开度维持住然后推把车就会倾斜然后就这样划定源 你大概就会知道你自己车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倾斜角度可以到 慢慢的去试探你的车子到底能倾斜到个什么地步 但是不要练太久啊练太久人会晕 划定源的话那就可以看到你的轮胎差不多用到什么地步了 像刚才我那样划定源我已经到这个地方 差不多轮胎只剩一丝线了吧 我就大概会有一个预估吧就是如果我骑摩托车的话 刚才的那种倾斜角度是这个轮胎这辆车都能抓得住的 有一个意识熟悉之后就OK了左右两边 最后一个我推荐大家练习的就是跑环形 跑体育场的那个环形路线 先熟悉一下路线啊就这样子 然后出完之后可以稍微加压速 收 维持油门开度然后转弯 好给油 收油 转弯 就是去熟悉这种转弯的一个过程 收油 转弯 做这种快速的转弯练习的话可以练习到你 给油的时候的顺滑程度收油 然后还有切弯时候的角度选择 出弯时候开油的这种选择 最重要的一点是让你去熟悉 速度稍微宽一点之后 过弯的这种感觉 接线速度也不是很快也就三十多四十这样子 但实际上你在跑山的时候可能速度会更快 好收油 油门要维持到一定的开度 不能完全的松掉 我现在给油 收油 油门维持度 推把 转弯 视线跟上 给油 收油 维持油门开度 推把 转弯 看向出弯方向 给油 收油 推把 给油 维持开度 给油 收油 推把 油门维持开度 出弯之后给油 好 就做这种练习的话 会让你逐渐去熟悉 你在转弯的时候 速度稍微快一点之后 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今天的视频差不多就这样子 就是过弯的话真的不是 真正的不是靠什么 就说一下你就能懂了 说一下老子是懂了 但是身体说我不行 经常是这种情况 所以说 一定要去多练 真的只有多练 才能够进步 但练习的话不能傻练 不能刮起脸 一定要找一个科学的安全的一个方法 去让自己这样一点点的进步 对自己负责 也对其他人负责 那希望这一期的视频能够帮助到大家 如果真的有帮助到你的话 记得点赞关注 好那下期再见咯 就这样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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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